哈喽,只要继续往前走,推开门就是左边茶水间 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左边茶水间第213集 今天呢,我们要带你在听觉上面旅行到美国戏谷 为你揭开戏谷的神秘面纱 也许呢,你想象中的戏谷和真实的戏谷落差蛮多的 那这几周呢,因为我们正在宣传我跟风传媒还有华尔街日报的合作 所以呢,都会特别选择与海外职业 还有国外生活有关的主题跟你做分享 那今天呢,我们则是邀请到在美国生活30多年的鲁鱼大哥来到茶水间 和你分享他在戏谷的所见所闻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一样要来跟你分享我们近期的华尔街日报还有风传媒的合作 这个呢,是一个VVIP的订阅方案 那订阅了之后呢,你可以获得华尔街日报的中英日三语的独家授权内容 可以获得风传媒零广告的精雄文章 还可以呢,免费参加美国华尔街日报所举办的线上趋势论坛 或者是精英沙龙等线上活动 那华尔街日报呢,主要是一个专门为精英决策阶层的人所设计的政治还有经济内容 所以分享的题材呢,大部分都是国际的经济脉动 世界政局,投资动向,科技趋势,企业管理等资讯 如果说呢,你想要锻炼自己的英文能力 或者是掌握国外第一线的金融趋势 拓展自己的国际观,商业思维,提升独立思考 还有实施分析的能力 我相信呢,这次所推出的VVIP订阅方案 就是一个非常适合你的阅读还有学习方案 这次的方案呢,非常的超值 我们从原价将近14000元台币的价格 现在呢,谈到一个方案是 一年的订阅只要4000元台币有找的价格 等于说一天不到新台币15元 你就可以享有华尔街日报的精选授权内容 那如果说呢,你对这个订阅方案感兴趣的话呢 也欢迎你直接在网址上输入 zoyk.co-wsj 你输入的时候呢,记得wsj这三个字 一定要是大写 你才可以进到方案的介绍页面 来去看到活动的详情 那在活动期间呢,我们还会送出就是我的亲笔签名书 还有手写明信片 或者是AHC的包养品 作为订阅礼物送给你 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 我们锁定是在聊戏谷这个地方的多元人文 那我相信呢,你一定听过锡谷这个词 因为它是全世界最知名的科技产业汇集地 例如脸书、谷歌、Apple、Tesla、Amazon 其实都聚集在这里 锡谷的英文呢,叫做Silicon Valley 之所以会有这个名称呢 是因为过去就是当地的企业 大部分呢,是从事加工制造 他们制造高精度的锡 半导体的行业还有电脑工业 所以锡这个字呢,就是它的由来 那谷这个字呢,是因为锡谷的位置 它是在美国的西岸 西岸呢,有很多Valley这样的地形 那锡谷这个位置呢,是在旧金山的南边 圣河西的北边 最主要的地点呢,大约是在 Santa Clara Valley的这个地点 就是圣塔克拉拉谷 所以呢,这个地形,因为是Valley 是谷的地形 所以就有Valley,矽谷的Silicon Valley 这个由来 我觉得今天这一集的节目 非常的好听 好听的原因呢,是在于 鲁鱼大哥,他很像是一个博学多文 而且很有智慧的长辈 跟你娓娓到来美国的改变 跟你分享很多的故事 所以今天这一集真的会非常像是 在听故事一样 很有趣,很好笑 又很有启发性 如果说呢,你想要收看今天的文字稿 请你呢,直接在网址上输入 zoeyk.co 斜线 异类 细鼓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欢迎今天的来宾 鲁鱼 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 鲁鱼大哥来到左边茶水间 我相信有一些听众可能不太熟悉 这位作家是谁 他现在跟我一样 人在美国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密西根加州远端连线 会来聊聊今天的新书 也就是鲁鱼大哥的新书 异类戏骨 我必须要说 我觉得这本书非常的好笑 就是是一本让我看了哈哈大笑 但是又蛮犀利的 关于戏骨 关于美国的观察 那我相信茶水间的蛮多听众 可能也对国外的生活挺向往的 尤其是可能也有 有一天希望可以在矽谷工作 这样的一个憧憬 那我们现在呢 就欢迎鲁鱼 哈喽 嘿,大家好 鲁鱼你好 可不可以请鲁鱼大哥 帮我用三个关键字来聊聊 你觉得你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你呢 第一个应该是curious 对什么事我觉得都有好奇 不管到什么年纪都有帮助 第二个是hungry 就是你随时都保持饥饿 要去找新的东西 第三个嘛 humble吧 谦卑 因为我在戏骨 看到就是全世界的人 都把自己最好的带来这里 跟人家一比 我才发现就是说 哦,原来这个我输给他们 所以我愿意变得更好 这是我一个基本的人生观了 因为你过去的经历有一个小亮点 就是你本来是 算是台湾蛮知名的 一位翻译的文字工作者 后来你就是出国改念电脑 才来到戏骨嘛 我其实蛮好奇 就是你人生中 为什么会有这个转捩点呢 我先要倒数一下 就是台湾养出来的孩子 即使到今天可能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没有 不知道怎么plan自己的life 大家就是跟着社会需要而走 如果说我这一步走对了 打个比方了 那也是因为我以为 这样走是对的 那不是一个经过一个知性的选择 那万一我错了呢 那怎么办 那或万一我不对不错呢 那你也没赚到 你浪费了三十年 所以我反过来看 美国人好了 或者欧洲人 他们就是说走的路 大部分都是自己决定好 喜欢的要走的 他们我们对于人生的这个planning 然后一直都没有这个 所以你问我怎么走到这一步 其实我就是跟着瞎走 也到了差不多中年以后 才开始发现 OK 这个是不是我要过的日子 是不是我要过的人生 因为人生就是一天一天在减 所以我才慢慢开始调整 当然你已经上了这条船 也不可能跳下去 更糟糕的是这条船 其实还不错 这就更糟糕了 是吗 对 如果你这条船是很多问题 你早就跳了 其实游船那反而是一个trigger 是一个激发点 让你改变嘛 可是比较麻烦的 就是有的时候你日子过点还可以 可是你时间继续在烧 我的没有什么转捩点 就是我跟人家走 但是我的转捩是到后来 我才开始慢慢想通 因为我就看到你说 很不幸的 其实你的电脑工程师 做得非常的成功 然后你就觉得 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幸的开始 我也想要跟你聊聊这一段 因为那听起来就是你的 这个在矽谷的这些日子以来 算是蛮顺遂的 然后就这样子 过了好几年的时间 对不对 就career来讲是这样子 可是就宏观来讲 人生来讲是不是这样 我其实还不知道 沾沾自喜的小成就吧 有一个安稳的工作 收入不错 然后公司也需要你 到这把年纪 公司还需要你留着 那你把这个是当做成就 还是成就感呢 成就未必能 transfer into成就感 我常觉得这两回事 所以假设你在 好比说你学业工作 事业上有一点点成就的话呢 请你不要忘记 继续去找你的成就感 成就感其实很容易 所以我现在 我在努力做这些东西了 那就说从工程师到现在 可以说是斜杠生活的 转捩点好了 为什么呢 就是工作也好好的啊 为什么会突然 让你有这个启发 觉得说 我的工作经验 工作履历很丰富 但是人生履历 好像有点空白 是有什么样的转捩点 才有这样的觉察吗 我丢一个很重的名字 Steve Jobs 贾伯斯 他已经得 知道他得癌症 可是全世界没有人知道 他在Stanford演讲 讲一句很有名的话 我听了以后 当时觉得起鸡皮疙瘩 他大意是说 不要过别人 要你过的日子 不要过社会期望 你过的日子 你当场听 觉得没什么 事后他死了以后 你回头看这个录影带 我只能说 Oh my God 因为他已经知道 他讲完这个话 大概几年就过时了 来日不多了 当时只有他自己 一个人心里知道 他为什么讲这个话 那事后你回头去对应 你讲说这句话 会让我们猫果悚然 所以我就想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过的日子 其实都是社会的期望 你家庭期望 你亲人的期望 对不对 你在Google做工程师 你很成功 大家都觉得这是对的 如果你真的 那是你要过的日子 那非常好 可是如果你要过的 比这个要还要多 那你是不是要去追 那个你还没有拿到的 我不能说你说 我不喜欢这一行 那也太离谱了 我们大家都过得还不错 那就在这个不错之外 有没有你想要的 台湾上是转类的 那句话对我影响蛮大的 好我们就说 自从听了那句话之后 你心里面产生了一些涟漪好了 你记不记得 你做的第一步是什么呢 或者你会不会觉得说 我其实在一个很熟悉的 生活跟工作模式中了 我要踏出那一步 去做一点点 不太一样的事情 你觉得会有困难吗 其实主要困难就是 还是生活跟生计 因为那是生命 我要去追生命 当你要追生命的时候 你其实不在乎生活跟生计 生命的价值就是 我好比说有人要去 要去优胜美地爬岩 你问他为什么要爬 你爬上去一毛也拿不到 可是那是他最后的 final achievement 他就是我的成就感 所以这个中间你要怎么 因为我们都是被生活绑住了 你每个月有这么多账单要付 你明天我要开会 明天要交报告 所以有的时候你放开 就是说 放开的时候 你反而会表现更好 我这样讲了就好了 后来我放了以后 我就说我就花很多时间照顾自己 我就发现其实我工作的做得更好 这蛮奇妙的一个感觉 其实前面十年二十年 也是跟大家一样 我做工程师 就是忙着付账单 忙着赚钱 赚了钱也忙着继续付账单 你想要在美国就是这样 收入很高 开销更大 最后你就发现 你把时间都用在付账单上面 后来我就说 那我可不可以拿一点时间出来 做我想做的 刚开始你拿不出来 因为工作把你绑得死死的 还有小孩要带 然后家里还要照顾 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说 有的时候就跳出来去做 慢慢慢慢慢慢 你就发现 那边的问题其实都解决了 所以我从那以后 发现其实我过得比以前快乐 我嗜好很多了 我嗜好已经忙到 就是说 反而变成上班是一个解脱 但是我每一个都玩得很精 我做得很深入 可是我发现有回报 其中一个嗜好 我知道你就是有 长期的在写作 有专栏嘛 在方格子上面也有一个 就是蛮有名的一个专栏 就是用你的名字 鲁鱼 我真的很好奇 为什么鲁鱼大哥叫鲁鱼呢 好多人都问过我 我从高中就开始玩乐团 我以前弹的是bass bass guitar 那时候也不知 说那句叫bass好 后来想 你这在美国也知道 没有一个人叫bass 就像你不能一个名字叫做banana 就说这个是当做一个笑话 后来我就没再用 那当我来美国念书 当然就用台湾护照商的 那个中文名字 那到美国以后 我常在想 我不愿意用中文名字 那我现在回头再想 也许我会用 我不知道 刚来说就希望美式 融入 马上就美化 就是用美国名字 可是我也不愿意用 很通俗的名字 我就一直摆在那儿 就用护照商中文的翻译 直到有一天 我这是真的 我在菜场走 看到那个鲁鱼 我就觉得 这个名字不错 那个叫bass 但是不是念bass 是念bass 对不对 然后我后来就问一个 美国同学 这是very cool name 叫bass很好 我就正式去改名 我在学校的学籍上名字 就改成bass 后来申请绿卡什么 全部都下来救救我 所以我现在 我在美国官方文件上名字 就叫鲁鱼 所以现在要改也改不了了 鲁鱼其实你要知道 营养价钱又贵 而且又没有鱼腥味 真的还不错 对 C-Bass 对对 C-Bass C-Lian C-Bass 智利海鲜鲁鱼 那个多好 很好吃啊 很嫩的 Anyway 这是个好名字 相信我 我朋友家的小孩 都记得我 为什么我叫鲁鱼 所以这是来由了 然后鲁鱼大哥 最近也写了一本新书 叫做异类戏骨 其实也听得出来 就是鲁鱼大哥 在美国戏骨这边 生活蛮久的 所以我觉得书里面的观察 跟你书里面写的故事 很多时候 真的就是 没有在戏骨生活过的人 你会很吃惊 我可以这么说 蛮吃惊的 所以我也想要聊聊看 可不可以就请作者本人 分享一下 你觉得这本书 在写什么 以及你 那时候在取书名的时候 为什么取作异类戏骨呢 其实异类戏骨 是五年前就取的 是在方格子 我开一个专栏嘛 就叫异类戏骨 我在等巴士 然后跟那个方格子的主编 在谈说要取一个名字 就取一个名字 我就蹦 我就想到一类戏骨 因为我最近这几年 就回台湾 回了很多了 过去是七八年 我就发现台湾人对戏骨 看到的是 不能说错 是对的 可是只是部分的 很片面的 对对对 就是一个完全正面 就是科技 创新 高收入 对 这个是没有错 可是 全世界都看到 探照灯打的那个 好比一个花瓶 可是花瓶后面 一定有个阴影 没有人去看 所以我在想说 我不要写 大家都看到的 我在写没什么意思 已经有几万人在写 那可是我站住那么久 我看到后面 一般人不会去看 未必是黑暗的 也未必是不好的 就是说是那些 一般人根本就不知道的 所以有好笑的 有惊奇的 当然也有黑暗的 所以我只是说 希望你就看到一个 全盘的真正的戏目 就是说正负两面 我都可以看得到 这是当初的构想 我可以分享 书里面的一个 我觉得 蛮有趣的章节 就是你在写 矽谷牛仔的那个部分 矽谷牛仔 在牧羊 然后我一开始还想说 这个是什么metaphor吗 就是你在 隐喻什么样的东西吗 结果看一看才想说 你是真的在说 这里的羊 真的对 而且我昨天还看到 对 那就请你 就是跟听众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听众 可能还没有看过这本书 我们来聊聊这一段故事 当然你想到没有 如果哪天你在矽谷 一个骑单车的 自行车道上 沿着河边骑骑 然后突然看到 几百只羊 在前面穿过哪个路 你会非常困惑 说老天 我是在矽谷 距离这个 Apple总部 也不够开车 也不够15分钟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羊 就这样穿过那个田野 然后呢 更酷的是 后面一个牛仔 骑了马 啪啪啪这样跑过去 然后我一直在看他 我在想 我是不是看错了 好像看到电影 这是我第一次碰到 然后更酷的是 后面还有几只走狗 就是牧羊犬 在后面赶了一些羊 就你会以为 你看到的画面 是在内华达州的 那个沙漠里 所以我回来 就开始做一些study 然后我就发现 这个背后很多故事 这些羊 它是在打工的 它来这里上班的 那个牧羊人 居然很有名 它是个秘鲁人 上过媒体 当然它不懂英文 所以我跟它很难沟通 它是拿H12A 这个签证 是特殊行业 那几只狗也很有名 它们就是超级走狗 就是牧羊犬 所以那些羊 它们是来 把那个干的草 把它吃掉 所以你在秋末和春初 就会看到它们 那为什么要吃那个草呢 因为那些枯草 在山坡上 你不可能用机器去除 也不可能用人工去除 你也不可能用化学方式去除 在矽谷这些草 一夜就翻脸 春天的时候 这些草就是满山绿油油的 很漂亮 一过了大概三月底 像现在这个满山都是一片枯草 只要一个火星 就整座山就烧掉 星火燎原 很容易烧起来 对 那可怕到就是说 因为气骨非常干燥 这边的相对湿度 这几天 不到15% 你知道沙哈拉沙漠的 相对湿度是18% 所以它比沙哈拉沙漠 还要干燥 所以那些草 你就必须要把它除掉 不然很容易就湿火 这些羊 算是打火弟兄 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不知道吧 我昨天还去看他们 几百只羊在那 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我也蛮意外的 因为我算是在加州住过 三四年 可是我一直没有住过戏谷 那我相信蛮多人 可能真的就像我一样 就是完完全全不了解 就是连想都没有想过 真的是透过书的分享 才发现竟然有这么好笑的事情 我也想问问看 就是鲁鱼大哥 你觉得自己对于戏谷最喜欢什么 以及最不喜欢什么样的地方呢 我最喜欢的是它的包容 因为你在戏谷你就看到 它会做这么成功 其实不是科技 我在书里面有提过 是它的文化 它对一切都包容 它包容到 就说你的英文我听不懂 只要你有能力 我还是用你 而且我可以用你做我的老板 来管理我 我相信这样像有这种心胸的 或这种包容度的世界上 这种国家或这种地区 其实不多 你想想看 现在Google的CEO是印度人 IBM的CEO是印度人 微软的CEO是印度人 Twitter的CEO是印度人 我身边的人做到CTO的 也是印度人 讲的英文 你还要用耳朵去竖起来去听 你才听得懂 他们可以做2000亿资产的 科技公司的CTO 那同样的你拿到 其他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他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不要说台湾也不会 给他这样的机会 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台积电 让给一个 打个比方越南人 他有这个本领 但是他不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人 他讲话 你可能还要挣扎 听不懂 当然我不是说只有台湾这样的 我像全世界都是这样 矽谷在这方面 做得非常非常开放 因为这是我最欣赏 所以我欣赏的不是他的科技 而是欣赏他的包容 那我最不欣赏的是他的科技 因为他把科技和利润挂帅 所以以后我可能写一本 矽谷的黑科技 就是科技的背后 人家不知道的那黑暗面 他们不care 他只要赚钱 所以我们讲脸书 什么很多 Amazon都是一样 没有哪一个公司 他能够幸免的 因为你要这么成功 你就必须背后牺牲很多人性 牺牲很多的环保 那个是我最不欣赏 我觉得蛮期待的 因为我相信蛮多 可能住在美国 或者我相信台湾的听众也知道 有的时候大家就会说 大企业 所以大家就不太会去关注 劳工的权益 不过像是最近的新闻 就是星巴克跟可能Amazon 他们不是有Unify 他们就是有工会了 算是小小的一个进展吗 对 因为我觉得他不只是对他的员工 他们对这个消费者大众 那黑暗面 我们不知道被牺牲了多少 你都不知道而已 因为我自己是从事data platform 对 背后我们知道一些事情 多少都有一些黑暗面 实际做的 跟他们对外讲的 完全就是两码事 是吗 那就非常期待你的下一本书 来跟我们揭秘这方面的小道消息 可不可以问一下 你在矽谷待过多长的时间呢 就你来矽谷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包括做学生到已经三十多年了 那我实际开始在这边工作 也超过三十年 实际在engage 在矽谷的career或生活方面 确实也就是过去的三十年 因为以前学生时代 你晓得你脑子里心源一码 在想其他的事 就工作以后 你开始要买房子 要开始过日子 那其实是不一样的 学生的时候你的priority 你可能毕业会 可能回国 也可能去其他州 所以那个engagement 完全不一样 但过去三十年 其实介入最深的是 过去十年到十五年 因为你就发现这个变化 越来越紧凑 整个这个步骤 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就是现在翻 三年两年 一直在翻一直在翻 所以我可以说 我过去这五年到七年看到的 这等于在前面二十三年看到的 那个节奏现在变得好紧 好的阅读就是 通往理想生活的捷径 左边茶水间 近期与风传媒 还有华尔街日报一起合作 推出了一套VVIP的订阅方案 订阅之后呢 你可以获得华尔街日报的 中英日三语独家授权内容 可以获得风传媒 零广告的精选文章 还可以免费参加 美国华尔街日报所举办的 线上趋势论坛 还有精英沙龙等线上活动 那如果说你没有听过 华尔街日报的话呢 它是一个专门在为 精英决策阶层的人 所设计的内外政治 还有经济内容 所以从国际经济脉动 世界政局 投资动向 科技趋势 企业管理等资讯 都是华尔街日报最主要 在分享的题材 如果说呢 你想要锻炼自己的英语阅读能力 想要掌握国外第一线的金融趋势 拓展自己的国际观 还有商业思维 或者想要提升独立思考 还有时事分析的能力 我们这次呢 所推出的VVIP方案 就是非常适合你的阅读 还有学习方案 重点是呢 这次的订阅方案 非常的超值 我们从原价一年将近 一万四的价格 谈到一年订阅方案 只要四千元台币 有找的价格给你 等于一天不用十五元台币 就能够享有 华尔街日报的 精选授权内容 如果呢 你对这个订阅方案感兴趣 欢迎你呢 直接在网址上输入 zoeyk.co 斜线 wsj 记得wsj要打大写 那只要输入网址呢 就可以进到我们的订阅方案 来查看详细的内容 那在活动期间呢 我们还会特别送出 Zoe的亲笔签名书 还有手写明信片 或者是AHC的保养品 作为订阅礼物送给你 再说一次网址是zoeyk.co 斜线 wsj 记得这三个字呢 英文是大写 一起呢 来提升自己的国际观 还有竞争力 朝你的理想生活 越来越近 我想要请鲁鱼大哥 帮我们形容一下 你刚开始在矽谷工作的时候 那个生态 那个样貌 可不可以帮我们形容 长什么样子呢 差别超大的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第一个工作 很明显的我是在美国 公司70%都是白人 工程部门 工程师都是白人 所以我明显的知道 我是外国人 然后说我是来这里替人家打工 这是别人的公司 这是别人的国家 这是别人的文化 现在的人再来没有这个感觉 同样是刚来矽谷 因为你走到矽谷 任何个科技公司里面 70%都不是美国人 都不是白人 然后英文那个南枪北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那个时候矽谷的公司 管理阶层 亲一色都是白人男性 中年男人 那你就自然就觉得 他们是权威 他们就是对的 他们是leader 我就要听从他们的 所以那时候矽谷 还是采用这种传统的管理方式 就是说leadership is everything 而且是male 对中年男人 所以慢慢慢慢这几年 我是觉得最大的改变 是从Google介入这个 只要Google介入每一个行业 那行业就会翻盘 从Google开始看到改变就很大 因为他们就是要打造这个帝国嘛 很多文化你必须要突破嘛 他们也知道 过去美国传统文化问题出在哪里 就是白人 dominated那个society 公司还是传统美国式的 Good America那种公司 现在已经不是这样的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科技 科技本身它翻的是翻得越来越快 现在大概是三年就翻一轮 三年翻一轮 当然这也好也不好 好的是进步的更快 不好的是你被淘汰的也快 所以一定是双面人认 所以头十年 头十五年在矽谷的时候 可以说是文化跟生活工作的步调 是蛮雷同的 也许是等到Google的出现 大概十五年前的出现 就是有一个蛮明显的 flipping point是吗 有一个蛮明显的演化的感觉 最早以前在矽谷 其实压力没有这么大 当然还是有 你工程师没有天下 没有白拿的高薪 可是我就发现这几年 即使我有这么多的历练 我的能力已经超越以前 不知道多少 可是会有跟不上的感觉 压力越来越大 那就是说矽谷的残酷 也越来越搬上台面 以前的矽谷没有这么残酷 那是比一般的 我在台湾也见过很多科技公司 当然是要比其他地方 那个压力要大在矽谷 可是基本上 它还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最近的这五年十年 或者过去的两三年 已经大到 就是说它根本不管你 就失败没有理由的 你知道只要你out of day 你就out 然后就翻一直翻 这个也是我觉得是 就是Facebook或者Amazon 这些公司带来的这个工作文化 压力超级大 就不停的往前走 它给你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这个数字 你达不到 可以连续三十你就滚 然后它再给目标 再给下一个人 就这样子 就是说完全是以目标挂帅 其实也蛮可怕的 真的 我到这个年纪才慢慢体验到 我的老天啊 就是说我想着过以前那种 逍遥自在日子 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 当然我是有某种程度的 对生命的历练 我还能够handle 我想年轻人可能已经 没有办法handle 我觉得这个的确蛮高压的 那的确就像你说的 因为你已经在这个产业 跟在这个地方待了三十年 所以你可能比较熟悉了 可是过去你刚来 我们先说刚进到矽谷 这个产业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的 可能是心境上面的感觉 你会觉得格格不入吗 你会觉得社交啊 或者是在这边生活 真的像大家所说的那样 顺利还是其实 没有那么顺利呢 刚开始的确是满头包 因为毕竟有文化语言 而且那个时代的美国人 期望你说一口 自证强垣的英文 他们期待你是美国人 这是就传统美式自大的文化 就是你来美国 你就要跟美国人一样 其实我应该说是 也是Google Facebook 以后才翻盘的嘛 这差不多就最近的十年 真正翻盘的原因是 肤色越来越复杂 我可以讲我前十年 是一股印度人不多 就是从90年到90年 应该讲前五年 几乎公司看不到印度人 我猜了我不知道 那个时代印度还非常贫穷 OK 有可能 在那个之前 美国的印度人都是律师医生 工程师他们可能还 我猜是还没办法造就出那样的人才 中国大陆还完全不存在 你晓得还是很封锁的时代嘛 所以你看到的工程师 大部分都是台湾人 香港人 新加坡人 就是说算是民主开放自由的国家 但是教育做的还算成功的 那个时代 所以美国人 你们这些门打开来一些东方人 那你就要跟我一样 我期望你讲英文要跟我讲的是差不多 所以我们那时候有这样子的压力 当然我是在大学是学英文系的 我压力稍微少一点 可是就是说 那个还是我最大的一个障碍 就是说 对 我要写出来英文 绝对要不能错 要写得好 然后讲英文要自诊枪圆 OK 现在呢 现在其实你根本不必了 你的老板说不定英文比你还烂 对 然后你老板的老板的CTO英文 也比你还烂 当然我这个烂不烂 不是讲写作 我讲的就是发音了 前面的那个十年 基本上你是在为语言 为文化 为打入美国主流社会挣扎 后来你就发现 现在那些都不是问题了 你要保留自己的文化 你也不必打入美国主流文化 因为主流就是戏骨 戏骨就是戏骨共和国 然后你的英文就是你 whatever你能够说的最好的 但是你要加强你写作能力 写作才是真正表达你自己最好的方法 这是只能说是从 fit in的这个角度来看 当然实际比这个要复杂 那我就问一下fit in的这个主题好了 因为听起来的确是 鲁豫大哥在前几年 一直蛮想fit in的 你在心境上面 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开始觉得说 我好像不用强迫自己去fit in 甚至我开始觉得 我来自不同的文化 来自不同的国家 来自台湾 甚至是一件蛮可以 be proud of的事情 这个我感触其实蛮深的 有书里面也有提到 写这个书写这段新境就这样 刚来美国的时候呢 其实一则也是年纪 那时候很年轻 不知道自己是谁 到了美国 看到大家都是这样子 然后觉得他们好像比较优越 又这么国家这么有钱 所以你就会变得很 想去配合他们 我讲南京点是讨好 那也许这个字很多人不同意 对也许说中了 那我们就说去迎合他们 或者想跟他们一样 那我发现其实不只是 我自己这样子 很多人都是台湾来的 都是这样子 因为你从一个 烈士的地方来 来到这里 然后替别人打工 讲南京点 就是你是生活靠他们 对又成功走到这一步 所以你就觉得 积极的想去迎合他们 那这一迎合下来 几乎就走了十年 在工作场合上 我尽量做美式的表达 做美式的想法 做美式的anything 就跟美国人在一起 就觉得说 除了我这张脸 不是美国人之外 我常常觉得自己 就是美国人 后来受到李安的一个启示 当然后来我自己也觉得 就是说 为什么我要去迎合他们 那我记得李安 他拍完那个沃普长龙 后来有记者访问他 说你把中国的这个 武侠侠义精神 这个残血 原封不动的搬到好莱坞 你不怕他们会不懂吗 李安说 他不懂为什么我要怕 那是他的损失啊 我好喜欢这个分享 对这个话多 多大师啊 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还是历练到这个程度 他才讲这个话 对不对 这是我的东西 他看出来 他不懂是他的损失 为什么我要难过 然后后来我也慢慢发现 其他国家的人 尤其欧洲人 他们不是这样 他的国家东西 他就是这样 所以我在文章里面 有提到小笼包的比喻 以前我们讲小笼包 都讲steamed dump 就是委屈求全 为了让你能听得懂 对不对 那我还要打一个岔 为什么台北 我们要叫做台北 为什么不叫台北 对不对 到今天都还是这样子啊 这个东西就叫做台北 为什么我要到你的耳朵前面 为了让你听起来顺耳 我把它改成台北 当然这是英国人翻译的了 我知道这个背后的故事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 不能把它改过来 我们就叫台北 你听不懂你活该 日本人不会这样子啊 对不对 德国人也说 其实法国人都不会这样子 所以矽谷的文化 给我一个提醒 每一个国家的人来到这里 我就是原汁原味 我原来我台式 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就叫小笼包 你不懂那你活该 所以这几年 我觉得这个意识 大大抬头 我觉得我非常非常荣幸 我很高兴 我不必再去委屈休闲 做一个假的美国人 我觉得这是一段 蛮棒的分享 尤其我觉得蛮好笑的是 那时候我们 我跟我先生住在加州 住在LA的时候 我们就蛮常去吃顶泰风的 那他也问我 就是顶泰风是什么意思 小笼包 就在menu上面 那个小笼包 顶泰风就叫小笼包 就是英文也叫小笼包 这样子 没错 他就问我说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也解释了一下 然后我也觉得 对啊蛮好的 就是我应该要解释 这个东西 他不应该叫做 Steam Dumpling 因为他就是小笼包 对 那久了以后 他也接受了 日本人 Sushi叫做Sushi 对不对 他不会翻成英文 叫做Rice Row 如果他叫做Rice Row 这个地方还能吃吗 韩国人 泡菜 叫做亲制 Kinchi 你有没有听过 哪个韩国人 讲泡菜 讲说Sour 什么Cabbage 或者是 对不对 他们没有这样讲 那为什么到了我们 台湾人 我们就是 就是百般的迎合别人 以前没有人去思考 这些问题 就我们没有去思考 这些小地方 你有没有表达自己 那李安算是 我觉得他 那个沃虎唐龙士 大概已经有20多年了 他在那个时代 他就想着这个 我就觉得 哇讲得好有道理 所以我就开始就改成 我就是要这个样子 我就讲中文 你不懂活该 我觉得在鲁鱼大哥身上 可以感觉到 你是一个蛮有好奇心 而且蛮有年轻的心 的特质 那我觉得这可能 也是你一边担任 工程师 矽谷工程师 然后又一边 在网络上面写专栏 然后还在下班之后 组乐团 还骑登山车 你不要忘了 我骑得很疯狂 哦对对对 我想问问看 你觉得这些特质 可以说是你 与生俱来的特质吗 还是说随着年纪增长 你发现你好像 慢慢培养出自己的好奇心 越来越愿意尝试 我会这么问是因为我发现 的确有两类人 有一类的人 他就是天生就蛮有好奇心 什么都碍事 那有一类人是 他可能这辈子真的是 花好多力气跟时间 去迎合社会 然后做一个乖宝宝 所以就是到了某一个 年纪可能也觉得 我该交代的 我都交代了 那我现在呢 就是属于我的 我的时代了 我可以比较尽情的 做我自己 你觉得你是哪一个呢 其实我是与生俱来就有 我记得我很清楚 我在念大学 跟一些朋友 好像是到溪头吧 我们租了一个 那个别墅或什么 然后旁边有个山 那个山很漂亮 我就每天说 我要去爬那个山 那没人理我 他们大到溪头嘛 你就是吃喝喝 在森林里面走 我就说我要去爬那个山 讲最后没人理我 我就自己去了 那时候才发现 老天的 我跟人家不太一样 我不太正常 不太正常 对 那委屈求全来到美国 为了生计 为了生活 为了学业 为了工作 对你这些东西都得放弃嘛 慢慢慢慢 就是你生活稳定了 年龄也稳定了 OK年龄稳定是好听的 就老了 生活状态也没那么重了 你就发现OK 我现在可以放手 做一些我要做的事 而且我要做 我就做得很好 就好比说我玩乐团 我就是要做到 就跟美国乐团一样 不然我就不玩 我做其他事也是一样 就我是非常耐心的 去做一件事情 而且我应该说 不计分数了 好比说 如果说我写篇文章 有多少人按赞 你没有办法去在乎 因为在乎都好 最后你就写不出来 做一个沾沾自喜的 一个快乐工程师 就这样 今天非常谢谢 鲁鱼大哥的分享 我认为 其实这本书 就像我开头说到的 非常的有趣 很活泼 但是又写得很幽默 很犀利 所以也推荐 就是对戏谷文化 对美国生活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一起 就是回到这一集的原文 或者直接在网络上搜寻 一类戏谷都找得到 那现在呢 我要来问鲁鱼大哥 最后一个问题 完蛋 必须经过的是吧 好 对 你认为的理想生活 是什么呢 我最羡慕的是那些 可以不要去花成本 在生计与生活上的人 而投资在生命 生计生活生命 这三个等次 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我们大部分人 都不在生计上面挣扎 那个是以前的时代 吃不饱 穿不饱要生计 现在都在生活上 生活要 品味要过得好 有什么 其实真正最高档的 我希望 但是我很难做到 就我投资在生命上 其他那些东西 其实都是数字 所以我希望努力 去做到这个 我的理想 Invest in your passion 做你想做的事 而且把它做好 非常谢谢你 今天的分享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也非常的精彩 谢谢你今天的时间 我跟你聊得很愉快 谢谢Zoe 所以谢谢各位听众 非常感谢 你给我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 今天的重点整理 一 生活在现代的我们 真的非常非常的幸运 因为呢 在过去的年代 其实你的人生 和职业发展 基本上呢 就是跟着社会的需要而走 你心里呢 可能从来都不会知道 这样做对不对 好不好 如果说真的 朝这个方向前进 也可能只是因为 你以为 这样走是对的 是一个可以被认可的 成功路径 但却不是一个 知性的选择 在美国生活 超过30年的 鲁鱼大哥表示 欧洲美国 大部分的孩子 都是有意识的 选择自己未来 想要走什么样的 职业道路 鲁鱼呢 是当年 就是跟着别人瞎走 中年的时候呢 才开始思考自己理想生活的样貌 鲁鱼感叹 最糟糕的呢 就是这条路 这条船 走得还不错 所以因为呢 生活过得去 你就没有一个 非得要离开 或者是非得要改变的理由 如果说 职业不顺遂 生活不快乐 或许呢 你早就会开始 起步改变了 所以说呢 不是那么的顺遂 搞不好 也是一件蛮好的事情 因为最怕的呢 就是一切都还可以 所以就这样子过了二十年 三十年 让鲁鱼大哥很受启发的是 贾伯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他的原文呢 是 Your time is limited So don't waste it Living someone else's life 他的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 真的是有限的 现在不去追求 你想要的生活 又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二 问到鲁鱼最喜欢 和最不喜欢戏骨的地方 他说 最不喜欢的呢 是他的科技 因为现在许多的科技 都和利润有所挂钩 因此牺牲了许多人性 环保 道德的牵扯 但他最欣赏的地方呢 则是 矽骨对于文化的包容 例如现在 Google IBM 微软 Twitter的CEO 都是印度人 台湾的台积电 或者是知名的国产企业 是否也能够 这么的有包容心 把机会呢 让给来自越南 或者是印度的人呢 我相信 尽管实力在坚强 这或许都不是 一时之间 可以很快做到的事情 其实整个世界呢 都有着对于 治国种族的偏袒性嘛 就是我们去看日本 去看德国 其实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只有戏骨这么开放 能够呢 在产业与科技的面前 就是放下成见 放下文化差异 努力去看见彼此的优点 然后互相学习 这个呢 其实是鲁鱼大哥 最欣赏戏骨的地方 三 鲁鱼大哥说 过去在戏骨工作时 其实管理阶层 清一色都是美国的 中年白人男性 那现在呢 则变成70% 都不是当地美国人 英文南腔北调 也非常的正常 他的观察呢 是从Google开始改变的 当Google把多元文化 带进戏骨 聘请更多女性领导 还有海外精英 戏骨的人种与肤色 也越来越复杂 从过去美国人 期待你讲 就是自证腔圆的英文 到现在呢 变成你老板的英文 可能都比你还差 所以在过去的前20年 鲁鱼大哥认为 每一个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 都在为语言文化 还有打入美国主流社会而挣扎 现在呢 则是整个意识形态大转变 大家都在努力的保存自己的文化 以前可能不知道自己是谁 对自己的身份也没有那么的认同 总感觉白人比较优越 比较有钱 想要去迎合 讨好他们 但是呢 鲁鱼也受到李安导演的启发 他觉得说 真正大师级的智慧 就是要把原汁原味的台式呈现出来 那这个其实也是戏谷文化带给我们最重要的提醒 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听 希望今天的内容呢 有让你更了解美国戏谷的文化 也让你呢 可以听podcast就能够拓展自己的世界观 那我其实在听鲁鱼大哥分享的时候 很有感觉 美国近几年呢 有一种很流行的文化 叫做woke woke woke 这个字本身就是醒来的意思嘛 就是wake up woke 醒来的意思 那现在呢 则被翻译成觉醒 所以呢 你可能会听到有人说 哦 他很progressive 很woke 意思就是说呢 他是觉醒派 进步派 这类型的人呢 就是比起买什么高档名车啊 或者是豪华别墅 他其实更喜欢买 例如说环保的脚踏车 使用永续的建材来盖出房子 甚至可以说呢 买名车这类型的事情 已经是非常落伍的了 现在正夯的呢 是更天然 更环境友善 而且更自然 且更进步的生活方式 这其实也是我自己蛮主张 蛮推崇的lifestyle 那我个人也认为呢 这种意识形态蛮有机会 在可能一两年后 在台湾流行起来 所以也跟你一起分享 假如呢 你对于拓展自己的国际观感兴趣 也欢迎你在网址上输入 zoeyk.co-wsj 来了解我们近期在推广的 华尔街日报VVIP订阅方案 尤其我自己也觉得 比起口说 其实英语能力好不好的 真正判断基准点 真的是会在读跟写 所以如果说呢 你想要增进自己的英语能力 也推荐你呢 来阅读华尔街日报的英语授权内容 现在呢 我要来阅读我们今天的听众留言 今天的听众ID是 小狐狸缺八尾 他在2020年的8月23号 留说 有收获 给了五颗星 你很棒 加油 一起努力下去 谢谢小狐狸的留言 如果说呢 你听完今天这一集的节目 觉得有带给你一些收获 一些启发的话呢 我也希望你像小狐狸一样 帮我呢 到iPhone Podcast上面 打新评分 还有留言 那在留言的时候呢 我希望你可以留言告诉我 说你现在 正在收听的是哪一集 把这个集数留下来 这样呢 我也会更好判断 你喜欢什么 或者是不喜欢什么 别忘了 花一点时间 按下订阅键 订阅这个频道 然后把这个节目呢 分享给身边 你认为会有需要的人 或者你认为很重要的人 我们现在呢 在脸书上面 也有一个私密的社团 你可以在脸书上搜寻 理想生活设计 就可以找到我们 并且加入这个社团 假设呢 你还有任何其他 想听的主题 你也可以回到我的IG 在我的精选动态上面呢 找到许愿池的 这个精选动态 然后留下 你想要我分享的主题 或者是 想要我邀请的来宾 还有其他问题的话呢 也欢迎你回到我的网站 或者是Instagram上面找我 我的网站网址呢 和IG的账号一样 是zoyk.co 你可以截图这一集的节目 然后分享到你的IG 限动上面 并且tag我 让我知道你有在收听 以及让我知道你听完 这一集节目之后 有什么样的想法 最后的最后呢 我知道你是非常忙碌的 我也知道呢 你可以选择去做很多 很多其他的事情 但是呢 你却选择来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 而且还听到最后 我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 现在呢 我想要花一点时间跟你说 你是你人生的负责人 你有权利 也有能力 去过你真正热爱的人生 我们下次见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